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下是目錄 本次報告主要區分為五個部分 那將依序後報 首先第一個部分是前沿 我國軍人與國家間的關係 最早是接受於德國的特別權利關係理論 認為軍人和一般人民其實地位有別 那他的基本權利也受到諸多的限制 國家機關基於特別權利關係 在限制相對人的權利 以及自由時排除法律保留的適用 不要求應有個別的法規依據 然而就隨著時代的演進 強調基本人權保障的思潮興起 所以特別權利關係理論 其實逐漸受到了挑戰 那國軍也順應潮流 針對懲罰建立了各種多元的救濟管道 然而多元可能也會意味著 重合與衝突的情況 因此學生在這邊就想要探討 現行軍人權利保障制度 他各自有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期待能夠作為未來修法參考的方向 那特別權利關係的行程 相信大家其實都一定有所相對的了解 這些人其實在過去是沒辦法受到完整的基本權利保護的 當受到國家公權力侵害時 無法提起任何的救濟途徑 學說上就稱為了特別權利關係 那在這樣的關係裡面 他最基本的特徵就是無法律保留級 無法律救濟為他基本的特徵 那另外其他有當事人地位不對等 一無不確定有特別的行政規則 有懲戒法以及不等增送等等的特點 由前述的描述可以知道 行政機關在特別權利關係裡面 可以基於本身的職權對人民做出相對應的限制 人民卻無法救濟 所以在過去其實是被批評是法治原則的真空地帶 那這些人在過去是沒辦法受到完整的保障 但是自從司法院大法官首先於187號解釋 透過公務人員請領退休機的爭議 他去肯認說公務員在財產權的事項 是可以提起宿願及行政徵送的 從此之後已經就是特別權利關係 突破了他既有的反理 那其他的特別權利關係 其實也透過了大法官的解釋去逐步的瓦解 這個名詞其實逐漸的在走入 我們的歷史當中 那因為本文是要探討 就是軍人權利保障的救濟制度 所以以下我會先介紹懲罰的種類 軍人懲罰的種類 然後再介紹有什麼樣的救濟制度 按照大法官解釋第312號及430號解釋 他就是肯認了軍人在於財產權的侵害 以及對於身份有重大影響的時候 他可以提起宿願以及行政徵送的部分 還有以及就是 陸海空軍懲罰法第312條有規定 對於撤職降階降級罰心毀過的處分 如果有不服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可以提起宿願以及行政徵送的 所以學生在這邊簡單的將懲罰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影響身份變更或者是公法上財產請求權的懲罰 也就是所謂的撤職降階降級罰心毀過以及大過 大過是屬於比較有爭議的部分 因為目前司法實務上有的肯認說這個是對於身份有重大影響的 有的不這麼認為 另外一種是顯然輕微的懲罰 也就是寄過身界減速禁足罰行以及罰站的部分 軍人的權力救濟管道主要區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申訴制度 第二種是權益保障 第三種就是宿願的部分 申訴制度 申訴其實它的救濟方式很free 你可以打電話也可以書面 它主要就是讓內部的長官知道我們今天官兵有這樣的問題 我跟你反應請你去處理 所以它沒有一個特定的形式 但是它只有居宿下級機關沒有實質確定力 它是比較屬於一個內部自行的機制 受理範圍其實包三包海 所以在懲罰方面就是不管是哪一種懲罰它都可以這麼救濟 第二種就是官兵權益保障 好 這邊這是國軍內部後來設立的一個 它有一級權保會的救濟以及二級權保會 其實就是有一點像法院的一級一省跟二省的概念 好 然後它受理的範圍是區分於 遭受不當管理措施或處置 另外的就是其他個人權益受損 那遭受不當管理措施或處置呢 它的立法理由裡面有寫到就是顯然輕微的懲罰 休請假的申請等等之類的 它的申請方式就比較有方式的限制 它必須要在你受處分的次日期的三十日內 以書面向管轄機關申請 就是我們講一級權保會跟二級權保會 然後它的採取效率是有實質的居宿率 但是它是只有行政機關內部的居宿率 而沒有司法性質 好 第三種則是術院 術院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也都大概知道 那這個地方呢我就簡單的介紹 它是針對就是撤職降級 降級罰刑以及毀過等等 可能影響軍人身份變更或財產上請求權 處分我們可以去提起訴願 它提起的方式也是受到處分期三十日內 然後以書面向國防部的訴願會去提起訴願 它是有實質的採討 是有居宿的效力 而且後續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去救濟 那這邊我就簡單的去看一下說 他們的意統 申訴以及官兵權益保障 它有部分的懲處是受理範圍是相同的 但是他們同樣的地方在哪裡 它都只是行政官的內部自行的機制 那這個時候到底有沒有必要 我們再去區分兩種制度去做一個救濟呢 其實是值得去思考的 再來就是官兵權益保障以及國防部訴願 大家簡單的看到這個表 它其實不論在委員的組成 或者是提起的方式 還有採取的效力 其實是大致相同的 他們主要不同的地方 就只有在審議的範圍不同 那今天如果你區別兩個制度 它的原因應該是它有區別實意 因為它對於軍人處分 對於它的影響程度上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才要做出區別實意 才要做出兩個救濟制度 但是今天他們卻在體制上 卻沒有做出一個區別 所以本文的結論是 其實我們已經好像不需要再強加區分 申訴跟權保制度 只要針對顯然輕微的審法 我們都提起權保 然後針對於比較嚴重的處分 我們就提起訴願 這樣子不僅能夠更為經濟的達到救濟的效果 也能夠讓申訴人能夠獲得較為迅速以及減變的救濟方式 那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運蘭 這個題目可能因為它涉及的軍人的權力保障制度 可能是我上次接觸到這個題目 可能是我在準備研究所考試的時候 所以是對我來講非常久遠的一個題目 但是我覺得我學習到很多 因為裡面真的把各種內部外部的救濟程序 整理得非常清楚 然後其中我很想要稱讚的是 運蘭在裡面做了一個各種不同救濟制度的比較表格 我覺得那表格非常棒 一目亮亮亮 但是因為這單子是要討論救濟的問題 很可惜的是表格裡面有兩個我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你可以再放進去給你參考 一個是法規依據 就是不同的救濟制度它的法規依據是什麼 這樣可以順便討論法規依據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是對於不同制度做下來的決定 後續的救濟程序是什麼 這樣也可以區分說這到底是對內的救濟程序 還是可以向外提及其他的折奏 所以看起來就會比較順 好 那再來的話 因為我看到文章裡面有一個小的結論是說 建議那個官兵權益保障的救濟方式 因為是針對顯然經緯的懲罰 所以建議是可以用較低的懲罰 迷路加以處理 然後我對這個論點我非常有興趣 但是文章沒有提到太多 只有大概舉例說例如說簡短審議的時程 然後或者是審議委員會的組成 都是一些程序面 可以再更精緻更小的一個建議 因為文章裡面是說 跟書院的制度比較的話 因為權保是處理顯然輕微 那書院是處理更嚴重的處分 但是這兩者的程序保障看起來是很相近 那到底權保要不要去做一個更精緻的處理 但是我馬上提到搶到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針對權保的所處理到的措施 他不能下載救濟 所以他已經是最終的救濟程序了 那在這樣的前提下 如何兼顧正當行政程序跟人民權益的保障 我覺得這是可以再去討論的問題 那因為當然大法官的解釋 他是有說這項程序可以依據人民所設權力的內容 然後跟輕微去做調整 但是考量到這已經是體制內最終的救濟程序 而已經不能再向外提起救濟 所以到底這個較低審查密度要怎麼去做調整 我覺得只是可以再進一步細緻化一個部分 以上 謝謝 謝謝